八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 每一位都是实力超群 女子200米蝶泳的决赛 可以想见竞争将会有多么激烈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亚洲纪录以及全国纪录 都是由刘子哥保持的 2分01秒81 比赛开始 十四运的女子200米蝶泳的决赛 在第一个50米 张雨菲已经是一马当先 作为奥运会记录的保持者 在之前的奥运会上 已经有非常出色的发挥 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 而今天对于这一块全运会 200米女子蝶泳的项目的金牌 自然也是势在必夺 目前排在第二的是张一帆 张一帆 第三位的是余里言 目前在前半程还没有游完 张一飞已经建立起来了 不错的领先优势 而在第六道的余里言 以及在张一飞身边的 第二道的张一帆 两个人也都咬得比较紧 从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这个项目 对于最终银牌的争夺 或者说对于领奖台的争夺 将会更加的激烈 同时也要看在后半程 张一飞的能力 将会发挥出几成 因为对于他来说 将要在全运会当中 参加多个项目的比赛 对于他来说 也要挑战一下自己 这个铁人的状态 张一飞在第三道 率先进入到最后 五十米的游进 张一帆目前落后 一秒一四 余里言落后一秒四六 所有运动员 目前都已经完成了折返 进入到最后的五十米 竞争看上去非常的激烈 张一飞还是领先着 其他七名运动员 至少一个人的身位 进入到最后的二十五米 看上去对于银牌的争夺 将会非常的激烈 目前有三名选手 都是在张一飞身后 并驾齐驱 在第三道 张一飞率先到边 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 而银牌 最终是在张一飞身边的 福建选手朱家明 后来居上 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 而山西选手刘志同 拿到这个项目的铜牌 女子二十米蝶勇的决赛 可以说是比出了高水准 几名选手在张一飞的身后 对于银牌和铜牌 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夺 最终几乎是几名选手 同时到边 肉眼很难能够分辨出来 张一飞今天的夺冠成绩 是两分零五秒八四 他自己对于这个成绩 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满意 尽管是从入水 到半程 再到最终的冲刺 如果再严格一点 加上出发的反应时 所有的几项统计 张一飞都是排在 所有选手第一位 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还是十分的严格 对于他来说 也需要一个状态上的调动 从最后的冲刺的慢动作来看 只有通过慢动作 才能看得出来 对于银牌 或者说对于领奖牌的争夺 有多么的激烈 最终是朱家明后来居上 最后的五十米 最后的二十五米 逐渐的超过了 于莲和张一飞 最终刘志同是拿到 这个项目的第三 朱家明拿到 这个项目的第二 张一飞的多冠 没有太多的悬念